魚肉的部分 有了一條筋 有筋嘛 其實是可以看到的啦 這個筋的部分可能就是沒有挑 我覺得它這個如果說是改成 因為我去日本吃 它是有用成剁成泥有沒有 喔對 剁成泥那種才好吃 他最好是DeeNanRing 今天來到大家最期待的 網紅記大鍋 今天呢 是要來吃吃看超哥開的這個 超家豬海鮮丼飯 因為我們之前有記過酒妹嘛 POIS嘛 館長我們都記過大鍋 今天就來吃吃看這個超哥的 好不好吃 它的價格 實不實在 那我自己一個人吃 可能沒得到非常專業 所以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一個 非常專業的美食評論家 我們歡迎我的新哥哥 小嘴 來吃超家豬 怎麼可以不拖椅子來吃飯呢 要排隊的啊 對 我們現在晚上六點多來 哇 後面大排倉了 我們是下午四點來 先登記 才有辦法現在馬上吃到的 那大家覺得說 我哥可能專業 我可能不專業 那其實不是喔 我之前吃過了十幾萬的鮭魚 大家也記得吧 明膏吃鮭魚 對 好漢不提當年有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吃吃看 好不好吃吧 我們來 超派 超派 好 我們現在來到裡面可以發現 裡面裝潢其實 還算有點日式的風格啊 還有提燈啊 還有一些這些壁畫其實還蠻特別的 對 可是老實說就是它那壁畫 可能畫質比較差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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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圖輸出嘛 對對對 對 好 那我們點了非常多 總共多少錢 總共的話我們點的價錢是 2560元 因為我們基本上都是奢華套餐啊 我們都有加購海膽 還有加購鮭魚卵 像我們這一個是 月見鮪魚泥洞 加購海膽鮭魚卵要再加180元 所以總共是560元 然後這一個是 超派即上洞 就是裡面最奢華 對 鮭魚卵還有海膽 是我們在額外加購上去的 然後原本就有附這一杯 那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920元 這個就比較超派 那這兩個呢 這兩個的部分的話 他有跟我們交代說 平常是沒有這個鮭魚的 然後我們這次來 剛好很幸運是有的 熟成的超巨大的鮭魚 是真的很巨大 真的超巨大 一個炙燒一個沒炙燒 對 沒有炙燒的話是380元 有炙燒的話有加美乃滋 所以要貴20塊是400元 這個生蠔 我剛有稍微聞一下 其實它還蠻香的 沒有什麼味道 它是日本的 日本工程生蠔是300元 它這個是搭配的套餐嘛對不對 多了應該茶碗蒸嘛 之後一個這個菜嘛 對對對 之後跟一碗湯嘛 對 沒錯沒錯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吃 我們先吃這個好不好 好 先吃這個 這個給觀眾看一下 它的度是在這個位置 對對對 肚子在這個位置 上面的話可能是它的身體的部分 對 它油的話可以看得出來吧 這比較少一點 對 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不確定怎麼樣 我們馬上來吃吃看 其實它的飯量算多 我們一人一半 對 有點多啦 可是大小差不多是壽司狼的兩三倍 兩倍吧 沒有到三倍 兩倍 差不多 這魚一半整個塞滿了 我覺得差不多兩倍大小啦 太像了 它這個芥末 我覺得是用品質好的 嗯 好的 不會太像 可是味道又夠 芥末很好吃 對 那隻魚肉的話我覺得 它雖然油花沒有這麼多 可是算嫩的吧 嗯 真的 如果拿壽司狼來講的話 壽司狼它其實這個油花比較多啦 相對的 可能負擔會比較重一點 對 可是以我個人來講啊 其實我比較喜歡吃這個油花重一點 油花重一點 就是吃起來更爽一點嗎 對 沒問題 那可是考慮到說 這兩個是380塊的 其實它那麼大一份 而且又在這個地段 其實是 我覺得是 也沒辦法 對 我覺得 高一點點啦 高一點點 可是是還可以吃的 可是我其實我對這個 炙燒看起來比較 可以可以 那你來試試看炙燒 對 超怕 我沾的時候是用飯在沾 大家一定說不專業 可是我怕掉下來了 沒辦法 一般是從上面加對不對 一般醬油不會這樣沾 好吃 我覺得魚肉很厚 真的好吃 加給大家看一下 算厚 鮭魚可以 對 我們剛才吃那塊好像厚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好吃 所以我沒過 好吃嘛 對不對 嗯 這可以過 可是一個200 OK 好 沒關係 我們先吃下一個吧 價錢先不討論好不好 這個生蠔的部分你敢吃嗎 可以可以 我可以吃 我之前沒吃過 它這個試看就是有加那個柚子醋 嗯 它這要加芥末嗎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我第一次吃生蠔 我之前沒吃過 這個多少錢 這個的話好像是300吧 一個150 150 一個150 沒有錯 可以 我還是會加一點醬油 我還加醬油 我會啦 加一點點就好 那我也加一點 它那邊不是柚子醋嗎 柚子醋 這個生蠔是關鍵喔 我超愛吃生蠔 它有點蘿蔔絲啦 我覺得算蠻大顆的 嗯 很大 哦 好像啊 加太多哇塞 可是 還不錯 好吃吧 很鮮啦 這很鮮 你覺得好吃 好吃 可以 因為我第一次吃生蠔 今天多 OK 很甜啦 你不吃起來不會很甜 對 蠻甜的 柚子醋的味道蠻重的 對啊 多少錢 這個是一個150 其實算便宜 這個便宜 然後我們先來越鑑好了 高潮在後面 好 集上最後來 這個是要拌一拌吧 要 這一定要拌一拌才有吃 它上面呢就是加了很多 龜卵跟海膽是我們另外加的嘛 所以一般的話 一般人只會有這個越鑑跟這個鮪魚 先把菜的部分把它挑起來 哇塞魚都拌進去嗎 拌啊 好 來 開拌了 開拌 這個應該不錯喔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它有海膽 然後再加那個蛋管 果然啊 出來吃飯還是要自己客製化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 飯再飯我們先吃一下這個白飯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白飯看起來很好吃 其實各位看 其實可以看 沒有到說沒有粒粒分明啦 其實是有的 但是吃起來怎麼樣不知道 我覺得還不錯啊 它是吃起來 酸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對 但是不難吃 我覺得不難吃 比較像白飯只加了一點點那種 沒有這麼濃的醋 對對對 那米粒的話很大顆 算粒粒分明吧 嗯 可是沒有到真的這麼粒啦 不可能這是粗飯耶 對啦 怎麼可能 對啦 所以它還是有一點小結塊這樣子 可是我真的覺得沒有到難吃 單吃是好吃的 你應該也說不錯的米 不錯不錯 海膽要拌開嗎你不要 還是要吃一塊吃吃看 吃一塊這個鮮度怎麼樣 因為海膽 其實如果不夠好的話 那個腥味是非常重的 吃一下 來這個海膽給你吃 我這海膽可以 甜嗎 吃一口看 你直接單吃 看你會笑呢 可以就可以 這海膽可以 我也吃過蠻多海膽 哇 可以吧 幾乎沒有什麼腥味 好奶喔 對不對 有個奶味 一般我覺得吃外面比較便宜的 或者是 不一定便宜喔 有時候連鎖的那種海膽 我有時候吃不下去 我吃一塊 我就一塊突出來 那個腥味太重 可是這個吃進去後面的尾韻 擰一下嘴 那個奶油會出來 對對對 很特別 它一開始入口 腥味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以夾這個好 海膽要加 海膽一定要加 這樣館長會不會覺得你不公平 不會啦 我是盡量講好話 我也沒有想要詆毀館長 試一下 魚肉的部分 咬到一條筋 有筋嘛 其實是可以看到的 這個筋的部分 可能就是沒有挑 我覺得它這個如果說是改成 因為我去日本吃 它是有用成剁成泥有沒有 對 剁成泥那種才好吃 那種像日式乳酪飯 對對對 剁成泥那種還不錯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 其他塊還蠻嫩的 還是可以啦 還是可以啦 只是我吃可能幾塊有筋 越靠近 那個油脂越多的地方 它的那個筋越多 嗯 可是我覺得整體吃好吃的 再吃一口 餓了對不對 對餓了 那代表可以啊 給過啊 其實一點點都沒吃飯了 來我們下一位 壓軸壓軸 壓軸 這個真的有點急上 你知道嗎 這要怎麼吃 要從哪裡下手 我都不知道了 要先吃蝦子嗎 還是先吃什麼 應該是蝦子要先把它拿起來 上面基本上 有加這個是 這是天使紅蝦嘛 之後生魚片有六片 鮑魚干貝北極貝 之後鮭魚卵跟魚卵 他這次還有這個 這是花枝嗎 對花枝 干貝的話 沒有到特別大啦 比較薄一點 來個儀式感吧 對對對還有這個 這次本來就是這邊的哦 我們是另外再加購 這個鮭魚卵跟海膽 哇 哇 這個 通風哦 這個好吃 這個看起來 先吃什麼呢 那我們就先吃蝦吧 好我們先吃蝦好了 蝦這個看起來絕對是甜的啦 嗯 來 因為剛才海膽都這麼甜的 對啊 我覺得不可能這個蝦 這個絕對是甜的啦 哇 這很大隻哦 嗯 而且這個頭 這個頭不能浪費 這樣子 哦 有看到嗎各位 沾一點點醬油 上面這個可以吃吧 那可以 蝦膏吧 哇 你剝得這麼乾淨 嗯 那我就來囉 蝦膏 蝦膏 還不錯 一點點小青尾蝦膏的部分 嗯 好甜哦 它很甜 可以 爽 爽 它有沒有加糖油 它蝦膏部分比較新一點 不會 很甜 你覺得很甜哦 很甜 我覺得蝦膏部分是小心一點 吃起來不會糊糊的 它吃起來是 很甜 保持水嫩水嫩的 對對對 很Q 很Q 這個蝦可以 然後好像蠻多人講這個 敗的是多餘的 好吃吃看 沾一下 沾了這個 蠻Q的 蠻Q的 這個是好吃的 這邊有一個非常乾淨 還沒有加醬油的 擺飯 再吃一吃 好好好再吃一吃 我覺得 說真的啦 這個醋味真的比較不夠 醋味不夠 米飯的香味在 對 如果超哥有看我們影片 我會建議說超哥可能醋在 比例可以再中一點 再中一點 或者是那個醋的種類再改一下 就改比較酸一點 其實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些人是比較喜歡吃這種 比較不酸的 還有說嘛 他們的廚師經過 二十年 二十五 三十年 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對 所以不可能會把東西做人事 對啊 我們是想點這個 好吃 干貝有幾個啊 兩個 那我們先吃一個就好了 先吃一半就好了 我們要留給攝影師吃一個 這就不用加醬油了 因為有鮭魚卵 那個蛋蛋在爆開的時候 甜味慢慢慢慢跑出來 鮭魚卵算蠻搶戲的 乾貝的甜味都被用掉了 對 鮭魚卵又好吃 可是我剛才那一口 咬到最後我還是覺得那個飯 有點鐵塊 像如果像這種的話 你都會做成日本的散壽司 散壽司的話 它的米粒要求就是一定要很散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就 可能比較節快一點 那吃一下 北基貝 就是拍一下它會起立的那種 對這個超哥的影片有說嘛 他會叫他起床嘛 那邊帥帥帥嘛 對對對 那你吃好了 你吃北基貝 我吃一個我專業的鮭魚好了 吃鮭魚吃到會怕很難忍 這塊油花的話可以看到它是 標準 鮭魚肚 很均勻的 加點芥末 蘸一下 這個是帶皮的青魚 好吃一下 帶皮的青魚 魚肉厚度夠 吃起來也夠甜 很關鍵是說吃這個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要加芥末 因為那個甜味很厚 享受一下那個甜味 吃幾口再沾芥末 幾個膩就好了 鮮魚的部分 我覺得不給過 不給過為什麼 不行 那鮮魚 有一點酸 有一點鹹 魚污很重 魚污很重 這是經過五天熟成的 沒有他說二到十天 二到十天嗎 對二到十天熟成 他說熟成會讓它的脂味跑出來 讓它的酸味是不見的 我們吃吃看它的脂味 我覺得不沾芥末了 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它相對於其他魚肉 吃起來的話 入口比較平淡 比較沒有特別的甜味 可是很容易感覺就是在嘴中 就直接化開了 對對對 它的酸油脂度應該算是非常足夠 可是我還是喜歡吃鮭魚 其實我生魚片一般來講 都只吃鮭魚 那鮪魚比較少一點 我吃吃看鮮魚 我先單吃一口看看 吃魚喔 可以 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 真的蠻薄的 它的鮮魚很薄 好那我們這個吃完 來吃下茶碗蒸 它的茶碗蒸 這個我有講嘛 因為我會煮飯 就是它那個蒸氣口沒有打開 對 對不對 這個表面是沒有這麼平滑的 對 很明顯嘛對不對 沒錯 這個我就 其實如果有大概20年30年 老廚師應該 對這個也要改進 對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要改進 就是看起來 外觀的部分 沒有這麼平滑 對外觀的部分 好 試試看 哎呦 哎呦 很Q勒 很Q喔 我走那麼Q 走那麼Q 底下有東西啦 它的蛋是很紮實的 感覺是很紮實的 所以加的比例比較少 那裡面有 蝦子 蝦子 有一隻蝦子 大隻的蝦子 吃一下 這樣也太老了 蝦子太老了 那個氣孔沒有打開 它底下 全部都是泡 而且都黏在一起 很明顯嘛 這邊全部都是 泡 對啦 就比較紮實一點 對對對 它蝦子有點真的過老了 這個是家庭的嘛 這是不要加的 有沒有這是號餐 號餐會有 號餐的部分還有一碗湯啦 聽說他們的湯 有時候會有波出的龍蝦 那是味噌湯啦 對那是味噌湯 這個就普通的湯啦 味噌湯我們今天就沒有 就沒有點 喝一口湯 就是一般的薑絲蛤蜊湯嘛 對 沒錯 它加花盒啦 對 好 那我們今天 總結一下 畢竟我們今天這個單元叫什麼 網紅雞辣 全部吃一吃啦 價格 價格部分 我覺得價格部分可以 可是我有聽到就是超哥他有講說 還是給附近上班族 可能來 帶個便當 馬上拿就走 那如果平常中午便當吃這個 等級是比較高一點 偶爾吃可能是可以的 偶爾吃一下可以 如果是面對學生住室的話就是 學生住室可能是比較不友善 對啦 那今天呢 你講一下吧 哪個部分 我覺得最推的目前 頭鮮第一名 生蠔超鮮 這個價格是OK的 而且超便宜 然後第二個是 炙燒的還不錯吃 可以考慮到一個200 我覺得這樣子啦 今天呢 必須還是給超哥一隻大口 還是要 還是給一隻大口 就是給在這個 這個老實說啦 這個大小 白飯的量也有點太多了 壽司量很多40塊 貴一點就10塊嘛 對不對 如果是那種即上的那種 鮪魚度80 對 這個一個就多少 1900 好啦所以還是給他 寄下去 送給超哥 一隻大鍋 對 這不代表否定今天店 品質還是很不錯的啦 它的海膽也是超級鮮甜 真的 很少吃到這麼甜的 送完下來的話 我是覺得說 偶爾來常鮮是可以的 太常來的話荷包會 太臭傷 對對對 還有這個 這個鮪魚那個筋啊 對 對這樣就好 如果1到10分你會給幾分 綜合性價比 嗯 CP值來看的話我覺得給個 5分 5分嗎 對1到10分給5分 我比較狠一點 其實我是覺得 最少7分啦 最少7分 對 論食材的話還是不錯的 那 但有一點小部分需要改進 另外想不同一點 因為我以前是開餐廳的 我非常可以理解 像某某某這樣子 嗯這樣罵嘛 是真的不好的 如果說他們這間 月租是20萬 相對的啦 物價都一定要高 但是他們針對的客群是什麼 這邊工作比較高薪的階級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也是沒辦法 因為你畢竟是開來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也是真的沒辦法 你要叫他們挑戰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 品質沒有問題啦 對 對這方面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大家就理性留言 我們就是正常吃 沒有任何的 任何的惡意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網紅記大鍋 這邊結束 我們今天呢 就記了一支 超哥大鍋 吃的部分我給超哥 加獎 好可以加獎 沒有到大功嘛 加獎 好可以加獎 那我是DN0 我是小嘴 我們下次再見 超拜 補充一下這個餐具要自己收 沒錯 超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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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打開